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是香港圣若翰议院的议长 今后在全世界圣若翰机构的重要决策上 我都拥有发言权和投票权 而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将我们的宝贵经验 和全世界的朋友分享 为了应付社会上各式各样的紧急需要 香港圣若翰救商会在1884年诞生 其后救商队和理事会亦分别在1916年 及1949年成立 圣若翰已在香港服务超过130年 圣若翰的主要工作包括为公众提供急救 紧急救护车服务和牙科保健服务 教导市民学习急救 家居互利的知识和技巧 一直以来本注不分种族 阶级和信仰的宗旨 揭成为人类服务 睿智成为最专业和无私的救护机构 在1941年沦陷时期 圣若翰参与救商工作 在1945年重光之后 香港圣若翰救商队立即重组并拓展服务范围 他们的年龄、种族和家庭背景 只要他们有需要 我们就会帮忙 到了1997年 香港圣若翰救护机构有自己独立的法团条例 理事会以下有救商会和救商队 我们的会长是行政长官 而理事会是监督一切活动 救商会着重教育市民 从理论及实践方面学习急救 家庭护理和一些进阶及专科相关的救护知识 而救商队就负责组织青少年和成年队员 执行志愿性的救急扶毅服务 实践为人类服务的宗旨 由最初成立以来 圣若翰一直致力为市民服务 在你和我的见证下蜕变成长 改写了不少香港人的故事 当时我十几岁 我在球场见到姓John去救人 觉得我自己漫无目的就可以学习救商 也可以帮到人 所以我加入了姓John 我加入了少青团 学习到责任和纪律 升级了做PAO建设救护主任的时候 都是我的人生里面的职业一个转捩 过去20年姓John见证我的成长 我由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 变到现在可以真的带队的长官 在姓John里面这五年来 从方温的时候受诗者的教导 到现在已经长大了 可以领导其他人 都是在盛装不同的活动里面 学到的经验 要为全香港甚至全世界提供最专业的救护服务和训练 成为最优秀的急救和家居护理训练中心 这是我们每位队员的共同路向 出色的救援工作 必须以专业培训为基石 救商会为市民设立基本急救及护理培训 提供证书考试、讲座、示范 亦都为大型机构上门提供训练、举办比赛 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 将急救及护理带入家居和工作的地方 近年 救商会更加积极从外国和不同专科学院 引入更多的进阶课程 并出版和翻译不同课程的中文教科书 为社会提供不少学习平台 这些重要的推广工作 主要由600多名 包括医生、医护人员或其他专业人士的 义务港师一力承担 性药人救商会主力是 跟香港市民做一些培训 全年有八成的学生都做急救的培训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医生、专业人士 他都肯付出他的时间 是志愿地付出的时间 去发展这些课程 去教这些课程 作为一个医生 我平时每次都只帮到一个病人 但是加入了姓John之后 我可以直接用我的专业知识 去训练我们的队员 令到影响力更大 可以帮助到千千万万的市民 时至今日 香港姓若翰救商队 从最初只有百多名队员 到现在发展为拥有超过7000名 义务工作人员的庞大救援组织 除了负责组织、推广和训练 更专责急救当值的工作 当众配与救援装备 令他们可以随时随地 按需要执行有关任务 要维持24小时救护车紧急服务 和大型活动救护车服务 全纳一班接受过专业训练 取得应可资格的义工 他们的无私奉献 在这个救护的过程之中 很多生老病死 救人的决心就会大很多 要真正做到 与香港市民共同呼吸 香港姓若翰救护机构 必须与时并进 了解市民的贴身需要 从以扩展服务范围 近年 救商会积极推广社区教育 令普罗大众可以透过活动 学习到心肺复苏法的基本技巧 加强市民对突发心脏病的认识 提供更高层次的培训 又积极去各中小学 为学生作简单的急救讲座及示范 为小小的心灵 播下急救的种子 香港很多家庭都有 治养宠物 为了配合社会需要 机构在2014年 和香港兽医学会 携手开办了首个 《宠物急救导导师》课程 介绍宠物急救的基本原理之余 更会教授学员认识 宠物常见的疾病 和紧急处理方法 我们在救商会 很希望多些人 几乎全香港的人都能学习急救 为人类服务 不是一句口号那么简单 是一个承诺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贯彻这个承诺 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机构在2013年 成立了由小三至小六成员组成的 姓若汉救商队小若汉团 为培育新生代救援团队 播下希望的种子 小队员从小就有机会 学习和实践救死扶伤的四个态度 培观 关心 安慰 以及支持 他们更可以将所学到的知识 带到中学 参加肖青团 将姓若汉的精神传承下去 我听我爸爸说 其实姓若是很有用的 因为学到急救 又可以帮到其他人 我自己做长官的时候 我都希望我可以尽多的能力 去做多一些事情 令到年轻的年轻人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其实团体生活的开心的地方 亦都可以有他对于他人生往后的得着 可以学习到的地方 要理行为全世界人类服务的承诺 我们明白与时并进 和世界接轨的重要 因此我们经常参与大大小小的海外交流活动 和世界各地的姓若汉组织紧密联系 交流分享 今后香港姓若汉救护机构 将继续潮转这个方向 争取更多可以让成员 旷阔视野的机会 带着高涨的团队士气 与越来越丰富的经验 香港姓若汉救护机构 与香港市民互免成长 昂然跨越130年 我现在有个女儿 当她大了的时候 我一定会鼓励她 继续参加姓若汉救护机构的活动 沿途上 我衷心感激每位队友 与我们互相鼓励共同成长 在未来的日子 我有信心 香港姓若汉救护机构 会有更多元化的发展 我也最希望 队员可以在参加过程 很享受我们这里的所有活动 然后想起姓若汉的生活 也是开心的回忆 我很希望新一代 真的可以承传我们这份精神 好像我们盛装的庄有名 为人类服务 救急服务 希望我们的服务 能够达到香港每一个角落 未来我们有很多 与时并进的构思和计划 要将这些计划一一闪 最关键的就是 是有你们的支持和参与 是有你们的支持和参与的